到达市公所基盤文端品质评价勤67座油脂高龙参务 主办同意邀请专家丹井平信依照文端的外观 丁一度丁丁平算出油脂的文端 透过评价除了超级高龙交流 提供当地油脂农三品 也供条是安约重要性 让消费者可以安心顾备 到达市公所在8月28号 基盤到一年一度的大道达地区文端品质华董 今年因为受到风台来影响 参战人数较少只有67座 一丁领信仇表示希望透过每年的品质华董 来维持到达地区文端的好品质 同时邀请民众党值来参加8月31号 意计9月设议将来基盤的文端座 今年参加评鉴的总共有67位果农 抖六市文端种植面积191公顷 连产量4600公顿 透过英尼县城府抖六市公所 跟抖六市农会跟代表会 共同合作行之多年的一个大抖六文端评鉴 在这几年已经打出了非常响亮的口碑跟品质保证 评仙老师如明雄标识 今年文端品质受到风台来影响 是非常酷压农民的财政基础 因此每周文端品质是都有更大的差异 但是第一度以往是维持在13度左右 整体的水准是都不错 灾害特别是已经接近快成熟了 所以这个难免多少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的这个大小多少 就要看我们农民的这个在栽培管理上面 他们有没有在这个所谓的栽后的这一些 复建啦 复旧啦 这一些工作做得好不好 到了这个文端品质多少要求严格 参赞者都需要高出33位文端 年后在游公所抽出勒书 并为民修当中选出两列来作为品贯 以及文端的画观 列头大小在桌靠靠经济丁顶来作为品贯行目 过程也能够恭喜非常公平 一年一度的考试 好像老师在考试一项 我们就是有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 让这些幼聋能够参与我们的评建会 就是透过30箱里面 我们市长在抽6箱 6箱里面每一箱在两列 所以这个过程绝对非常的公平 我们用仪器来测那个糖度 来看它的季 然后看它的外观跟品尝的风味等等等等 今年的敏感华东也将来选出1名 第1名3名头第1名 5名油第1名 以及17名油第1名 中共第6名 最好也由农民恩恩平来得到第1名 到来共许到中间 共産欢迎民众用来参加 在8月31号以及9月1日 来基本的文端在华东 记者更以常报道